还有酒醉不但误事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会陪上 这是台中市的一名妇人 深夜在酒醉就倒在快车道上头 旁边有一名女机车骑士想要扶她起来扶不动 只不过离开两分钟想要找人帮忙 结果就在这两分钟当中 酒醉妇人就被一辆急驶而来的乡行车撵过 伤重不知 救护车赶到现场 酒醉的许姓妇人被乡行车拟过 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救护人员赶紧将她台上担架送一急救 许姓妇人因为伤势过重 最后仍然不致死亡 她当时的酒色值高达1.61 目击民众表示 当时许姓妇人最倒在快车道上 一名女机车骑士想扶她起来却扶不动 离开两分钟找人帮忙 回来时就看到乡行车撵过许姓妇人 刚好一个警察在这里下班 看到要叫她起来的时候 太慢了连过去 相信说 当地居民表示 许姓妇人的三名子女都已经成年 她靠资源回收独自生活 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前年还曾经动手殴打同居的83岁榮民 警方调查 事发地点的路灯间距有50公尺 乡行车驾驶没有酒驾 可能是因为夜间照明度不佳 才会撞上许姓妇人 警方甄讯之后将肇事驾驶 依过失致死罪嫌送办 请不吝点赞订阅